好久没更新了 来蹭个热度 最近普罗米修之道伙者分享了农场主的代打联盟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农场主 其实农场主就是消费者有多台3D打印机 通过3D打印机来打印模型 批量制造和生产 由于收菜的过程就有一种种菜的感觉 也被称为农场 而农场主就是拥有这一批打印机的人 而农场主也会致建一些社群 在社群里面进行交流和接单 最近这个社群里面有一些人 他是0.08每克的价格去代打产品 这就遭到了很多农场主强烈的抵制 也就是这一个普罗米修是代打联盟的产生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小型农场 目前50多台机器全部都在生产 而我们的供货渠道 绝对不是这种0.08每克的供货渠道 来看一下打印的过程都没有任何问题 我个人理解的农场主是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渠道 不一定非要用低价去竞争 当然宁愿于吸收自己的利润 也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无可厚非的 我们目前代打的产品 还是当下比较热门的一些神龙一些龙蛋 可以看到我们打印的这个产品 使用的耗材是男小度79元每公斤的耗材 如果按照他们0.08每克的价格去代打 我们连成本都赚不回来 而且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打印品质可以说是非常丝滑的 我们甚至会用到0.12的层高 去给客户来打印模型 而且像这种需要多色打印的模型 根本就不能去按客数来计算它的单价 所以作为一个农场主 不管你们是0.08的价格 还是0.5每克的价格 都首先要找到自己的渠道 如果没有渠道就降低单价 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3D打印的农场 本坎真的非常非常低 有个场地投点钱买点打印机 就能当农场主了 谁都可以接单了 与其我们来抱怨别人单价低 不如来尝试一下自己提高品质 提高口碑 来吸引长久的老客户 上个月农荡很火的时候 有人4元每条收这种神龙 我们当时没有接 单价几乎是一毛一刻了 但是据我了解 有一些农场主 哪怕4元每条这种30厘米的神龙 他们都接 甚至是其不得失 但是咱们又能说什么呢 遇到这种垃圾订单 我们不接 保持自己的原则就好了 我们代打兼职使用的都是高质量的原材料 像三绿还有南小杜 这里有几百卷材料 我给这些农场主的建议 大家可以尝试着来做一些视频 成为博主 成为UP主 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 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如何获取订单上面 而不是以为的谴责别人用低价来恶意竞争 本属有感而发 每个农场主都有自己的商业逻辑 向3D打赢这个行业日新月异的更迭 如何能够脱颖而出 靠的才是真本事